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對 15 號的 那這邊現在變成有幻術一個人去對面家裡喔 所以說他可能是要去放一個傳送門什麼的 那這邊他是用了一個巨人器加速 那現在是趕往了賣點當中 那賣點紅隊是一個戰士在留守 他換了 他換了 OK 對 對我講一下他不會有問題 然後他就換戰士 那個幻術他就是在人家家裡留了一個傳送門之後 這邊現在往中場來做一個戰鬥 那可以看到這個元素他是被擊火的很慘喔 那這邊招 嗯 招出了火焰大劍 然後並且把血量稍微抬起來 那點上的盜賊也是 被火焰大劍秒啦 這個CAD 這個就是 我說他有時候會有一些 呵呵 這邊這個元素是純純純純不畏大 因為我但是 CAD應該是被那個大零給打起來了 對 那這邊點上目前還是打得很膠著 但是可以看到紅隊目前看起來是有一點優勢的狀況 藍隊只剩下一個盜賊跟一個遊俠在點上 那點上這個 遊俠他被元素打的其實是蠻難受的喔 所以說他現在在點上一直利用翻滾閃避一些傷害 然後並且CAD這邊血量也很少 直接被抓掉在這個keep下面喔 那變成兩邊的人都有人倒地 所以就看哪邊先把對面的人打掉 那可以看到 這個工程師 欸?是工程師嗎? 在這邊放了一個 伊莉莎阿 除非工程也沒有人可以放伊莎阿 呵呵 對然後就把盜賊給救起來 那並且點上是由紅隊站下來了 那目前是看到盜賊在這邊利用短攻二一隻對著點上做範圍性的傷害 來壓制倒地的屍體喔 所以說這邊幻術救不起來 並且守護也是一併被打死了 那兩個邊點目前是藍隊的喔 那終點這邊看起來紅隊也是要被滅團的狀況 所以等一下藍隊應該就是一個三點的節奏 那並且紅隊復活的人員是趕到了這個賣點 那賣點的遊俠現在就在這邊一打二 然後有點痛苦喔 那工程師趕過來支援當中 就看遊俠可不可以支撐到這個時候喔 誰讓他剩下兩千利用劍匕手的一些招式來做翻滾喔 這邊是倒在了點上 那並且工程趕過來救援他了 這邊是成功的被終結掉 所以說工程現在就是也是一個一打二的狀況 就是在點上做支撐 那並且由於他們終點的戰鬥已經結束 所以其他的人員是趕過來支援 但是工程已經倒地 這邊守護利用了一個被動盾武 是成功的把這個工程師給救起來喔 那這樣子他們應該這個點就是還是可以再繼續打喔 那並且紅隊的人員他們復活之後是選擇衝了這個Hange那個點喔 對 那所以目前三個點都是藍隊的 並且紅隊這個家裡已經有一個人倒地 這邊是嘗試在對他屍體進行DPS喔 那並且成功被救活 然後並且藍隊有一個人員過來支援 結果不是被救活 他剛剛是用了一個迷霧跑起來 那這邊還是嘗試再救 然後真的被救起來 但是戰士現在血量很低很低喔 這邊在點上放了一個長攻F1 然後並且那個工程師被擊火很難受 這邊Junger倒地 那並且嘗試把它終結掉 那至於Hange點的狀況 則是這個盜賊現在在面對一個幻術喔 然後他放下了暗影庇護所 然後並且剛剛使用一個定身稍微定了一下幻術 幻術利用補血 然後群體隱身把血量抬起來 並且一個粉碎把這個盜賊給帶走 所以說 喔這邊用了一個閃線插起來 可以看到盜賊他原本想要利用倒地2順軸 就被幻術終結掉了 所以說這個紅隊是順利的拿下Hange這個點 但是那個工程師也是復活囉 所以他等一下補到點上這邊 喔還是被人家踩了下來喔 所以說目前兩邊的分數已經是有點落差了 並且剛剛幻術剛結束掉跟盜賊的一波對戰 所以說他這邊沒辦法面對這個工程師 他是選擇直接撤退啊 那中 嗯? 其實我覺得他們紅隊的元素殺了蠻多人次 對啊 我覺得他們一開始像工程在後台被秒 還有那個配人睡衣上去也被他們秒掉 嗯 是完全沒有料到他是 玻璃大砲 對純的玻璃大砲 就是可能對對手不瞭解 然後你知道那個琴姿 做得不夠 對 結果錯過他的傷害了 所以 也可以看到這個元素被抓一波也是失業就是被秒 嗯 對 對 然後 在賣點的這個戰鬥目前是一個2打2 然後手 2打3 然後守護已經倒地了 這邊嘗試再救是被插掉了 所以說這邊 可能要選擇撤退啦 這個盜賊跟 遊俠的血量都很低很低喔 然後 這個 紅隊的守護也是嘗試再救 但是 在救他的同時被AOE傷害打得太厲害了 這邊戰士已經倒地喔 然後並且另外一個戰士也是殘血 這邊有可能 兩邊 欸 結果 剛剛原本藍隊兩個成員也是都是倒地啊 欸 然後結果這個 盜賊他在這邊面對這個元素 又是被這個元素秒掉了 對 他殘血跑出去 你沒聲音 他殘血跑出去撞到元素直接 直接死了 直接被電死了 還不會他被射一下也是打了元素67千的傷害 對 那這邊是在持續追擊元素 可以看到被一個二號技能直接收掉 所以說這邊看起來 喔 對對 這邊看起來這個 藍隊 現在 就是 應該是穩超勝券啊 就是 準備要拿下這第一場的勝利 那並且兩邊都打得蠻交左的 好像都沒有人 有空去 擊殺雙方的BOSS這樣子 沒有 沒有 我不交左啊 呵呵呵 這個分差 這個分差你說交左 這是 這很明顯是騙人 沒有 我說的交左是說他們一直在互打 就是沒有空去理會BOSS 你知道 這可能是戰術選擇啦 嗯 OK 那這邊也是 就是準備恭喜這個藍隊羽取的第一勝啦 那兩邊分數有點落差也是我們一開始開大前就是有這個 料想的到的結果 那個 Baby Good Fights可能是還在訓練中的一支隊伍啊 我可以看到K的剛剛那個頭鞋 開了之快啊 嗯 對方戰士大選不敢跳到半空直接 直接把電子 直接把電子 直接把他中轉 然後 兩個 旋風斧直接把 戰士臉 因為傻啦 OK 那我們這次的比賽一樣是一個BO3的比賽 就是 三戰兩勝啦 就是先取得兩勝的隊伍 就是可以取得競技 沒有延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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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YY是會 跨率會卡嗎 還是怎樣 現在是直播喔 怎麼會 每次都會有人問說是不是錄像 那聲音跟畫面是同步的嗎 OK 那我們這邊快速再帶過一遍雙方的這個加點 那Twitch那邊觀眾這個City現在聲音OK了嗎 他們剛剛說你聲音有點小 現在還怎麼樣 然後 然後 剛剛還沒開場 等下就會越講越大聲 怎麼跳 哈哈 然後我們這邊趕快 介紹一下雙方的Build喔 首先看 欸 那個 YY的 聲音跟畫面是同步的嗎 有人說不是 有人說同步 這個本來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要看就是 那個同步的去看Twitch 對 因為我們是兩個人 一個人開YY 一個人開Twitch 所以說 我講的畫面 有可能City沒有跟上這樣子 打字書限制 我不知道怎麼設定 對 那這邊 看一下 不是不是沒有跟上 是我本來就要看你沒在看的地方 嗯 大家之後可以去看錄像 錄像就是都是我講的畫面這樣子 那 OK 這邊看一下藍隊喔 藍隊的幻術 他這邊用的是LISA符文 武器方面是大劍 劍聚能器 以及Berserker的一個項鍊 那特性方面是20200030 再來看到工程 工程這邊用的是Nightmare符文 武器方面是槍盾配上Rabbit的一個項鍊 那特性方面是3502015 再來看到遊俠 遊俠這邊用的是Forge符文 武器方面是斧頭號角劍匕首 用的是Karen的項鍊Rabbit的寶石 特性方面 斧頭火把劍匕首 對斧頭火把劍匕首 對斧頭火把劍匕首 沒有講錯嗎 你剛剛講號角 然後特性方面是0103030 再來是守護 守護這邊用的是收酒的符文 武器方面是鎚巨能器配上法杖 用的是牧師的項鍊配上88人的寶石 特性方面是00103030 再來是盜賊 盜賊這邊用的是巨魔符文 武器方面是筆槍配上短弓 用的是Berserker的一個項鍊 特性方面是10300030 再來是紅隊 紅隊的幻術用的是Lisa符文 武器方面是劍火把配上大劍 用的是Berserker的一個項鍊 特性方面是202030 再來是元素 元素這邊用的是巨魔符文 武器方面是拳杖匕首 配上Berserker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030102010 再來是戰士 戰士用的是Lisa符文 武器方面是大錘長弓 配上狂戰士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00301030 再來是另外一個戰士 他用的是Lisa符文 武器方面是大錘長弓 配上Berserker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00301030 再來是守護 守護這邊用的是收酒符文 武器方面是法杖錘盾 用的是牧師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053035 其實我覺得這幻術的加點好像也有問題 他剛剛上一場的時候 第一排那10點是1.1 為什麼現在不改成這樣 因為他其實他只有大錘5有打斷而已 那一般來講 帶單手鍵的會不會點那個打斷出傷害 OK我們這邊來看一下第二場開場的戰術布局 這個我們都有錄像的 這邊我們特性只是帶過 大家之後可以去看錄像 對那紅隊是由戰士開架 藍隊是工程開架 其他人員往中場做移動 並且這個盜賊跟幻術在旁邊用了隱身喔 然後這邊他目標是對方的元素 這邊直接進場一個定身 把元素幾乎是秒殺啦 這邊他已經開出了迷霧 血量非常的少 然後盜賊這邊持續在追擊他 然後並且是成功的把他終結掉了 這邊 等於是上一場他們被 元素搞得太慘 也沒有搞得很慘 就是他們 有被他弄到 等於是被他秒了幾次 然後這一場就知道 哇元素是玻璃大炮 要先擊落他 對那結果他們救人 救到血量都很殘 剛剛幻術是直接被打死 現在是在倒地狀態 並且元素又是在倒了一次喔 所以說這邊他們已經是有兩個屍體 並且戰士也是即將倒地 他們在中場是幾乎要被滅團的一個狀況 那K的血量也是很低啊 這邊消了一個補血 然後並且兩個屍體是直接被打到死 然後守護狀態也是很差 所以說這邊紅隊目前被壓制的很慘 那他們的幻術是決定直接去開對方的點喔 那並且K的這邊也是朝加點做移動 然後這邊直接一個連招 那個幻術現在血量很低很低喔 然後用了這個三號技能 直接把幻術給收掉 那這邊就是守住了這個點 那並且其他人員是直接壓到了對方加點 那點上只有一個戰士 所以戰士在這邊是一個一打三的一個狀況 馬上就要被秒掉 所以說在第二張圖應該就是一個極度的壓制啊 等一下可能就是一個三點打到完的節奏喔 不過現在K的這邊會有點麻煩喔 因為他這邊是一打二 而且隊友離他很遠 有點距離喔 那這邊守護是打算準備要回來跟他幫忙喔 然後他就是在點外放下了一個暗影庇護所隱身 並且準備要來把這個元素收掉 元素直接已經開出了迷霧 那這邊直接死掉啦 那這邊直接死掉啦 所以說 這個點目前還是一個開白的狀態 蛤 蛤 怎麼了 我又聽到開白 沒有啊 不是焦白啊 是開白啊 對對對 你在疑惑什麼 沒有 我 應該說焦白 我不是說好 應該說焦白了吧 這邊觀眾不知道這個梗啊 你不要講這個梗 大家都聽不懂啊 然後 這樣子他們在這個點現在就是一個二打一的狀況 所以說這個戰士也是蠻危險的 那中場的情形則是這個 Tanny在這邊 打這個幻術啊 那可以看到幻術的分身很多 但是幻術也是直接死在了這個高台上啊 所以說目前兩邊都是有點危險的狀況啊 Tanny有可能會被這些分身打死 他目前就是一直在躲避 那並且幻術在台上 他是沒有打算自救 他就是直接在慢慢等死狀況 所以說這個紅隊分數應該會被凍結到結束啊 就是他們沒辦法組織一波良好的攻勢的話 我發現我這邊遊戲音效這裡添一隻有點小聲 那我先調整一下 那這邊元素他也是持續在被擊火當中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種玻璃大砲元素就是 皮很脆啊傷害很高 所以說在他進場之後都會優先來把目標就是交到他身上 那現在元素來到中場但是中間是沒有藍隊的人員在喔 所以說他應該是可以把中間開擺 那藍隊現在目前已經趕往中場已經是三個人啦 所以說他看到苗頭不對直接拔腿就跑 那這邊CAD也是 就是不妨多讓直接上來打他一波 那變成CAD被反抓啦 他被幻術炸了一波然後再加上元素的傷害 所以說剛剛也是有點危險交出了一個補血 那這邊這個元素他的那個火焰大砲傷害 大家都有看到了非常高 那CAD在這邊使用了一個隱身 並且剛剛也是趁機也把對方加點給佔下來啦 所以說紅隊這邊就是開始漲分數了 但是應該情勢還是對他們非常不樂觀 所以CAD被大砲戰士抓了一套 我現在抱歉大鎚戰士喔 然後這邊交出了石化以及補血 那他的補血是就是補下去之後會隱身喔 所以說他可以趁機去把這個點給開擺 那現在戰士是往點上做移動當中 這邊被一個石化定住 那並且CAD剛剛也是中了一個長攻五定身喔 直接要被轉死啊 對 這可以看到那個盜賊偷竊戰士得到的那個技能 真的是非常強力喔 傷害非常高 而且還有反彈投射物的一個功用 那這邊可以看到血量來講這個戰士非常弱勢喔 所以我們常常說這種盜賊是可以克制大鎚長攻戰士的 可以看到打起來非常輕鬆 用了一個智盲圈這邊可以直接把它終結掉 那並且其他點看起來這個紅盾也是又是再度潰敗啦 所以說這邊他們的元素跟幻術目前是往中場移動當中 那這邊來不及開擺喔這個幻術已經過來就回首了 那並且兩邊再一個 喔!結果這個幻術差一點被秒掉啊 這個元素的傷害真的是太高了喔 嗯 我覺得他沒有 足夠尊重破壹大炮元素的傷害 哈哈 海絕對是開滿了 嗯 這邊 他一切 結果他 你看到他協調一切火的時候就可以開了 嗯 不然你被甩一個火鳳 在切電 在電 你順便去墜八成的血量買了 對啊 覺得算是有點看 嗯 那像Cade他一個人在點上 現在有點淒慘啊 是快要死掉了 這邊也是用了一個暗影庇護所隱身 他這場一直守家啊 呵呵 守家的盜賊 他55滴血烤掉了 所以他是55滴血的武術生 對啊有點冷啊 嗯 那他這邊是嘗試要來脫離戰鬥喔 脫離戰鬥之後血量就是可以回復 那並且他的隊友們是在敵人家裡打RODE 那這邊Tanny已經倒了 結果一個Ready跳起來 因為把這個小兵打掉喔 那但是這個RODE剛剛是補血好像沒有被斷到喔 所以剛剛血量是稍微抬了起來 不過這邊也是即將倒啦 倒了之後會加150分的加分 所以說他們就是直接取得勝利 那我們這邊恭喜藍隊就是取得了進階 啟用 謝謝 謝謝